民眾開車行進中山橋 旁邊卻突然出現狀況 女駕駛嚇了一跳 因為外側車道騎士 突然車子打滑 大失控摔車 這一摔 27歲剛過生日的成性騎士 頭部重削 送醫扶植 釀貨的就是地上這一攤麻將 但究竟為何會出現在這 警方調閱監視器 發現事發前10分鐘 一名老先生焦急地逆向 跑上橋撿東西 隨後離開 警方沿路找線索 找到老夫妻雙載 東西全掛在機車後的置物架 一罐麻將掉落 撒了滿地卻沒有清理 讓路過騎士 大滑摔死 釀貨的是61歲香港級的廚師 坦承當時只有解麻將罐 沒有處理 是因為大熱天 以為油漬很快會乾 而且現場車流量很大 肇事釀貨讓他很自責 而一地的麻將造成兩起摔車事件 27歲騎士傷重不治 家屬含淚 同意器官捐贈 完成死者的申請意願 記者宋君少想 太陽動